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吉祥 今天要为各位来开播 开播的是金刚波瑞波瑞蜜金,破空润 相信大家对金刚金完全不陌生 事实上在版本上,金刚金有很多的版本 可是让我很好奇的是 欧益大师他怎么会 在这个时候他的作者的记录是写说 他是一个沙弥秩序 明朝的菩萨,菩萨沙弥秩序寄明造论 换句话说,在欧益大师的眼中 金刚金到底对他而言是什么样的解读 而在这个菩萨沙弥的身份 我们都清楚 欧益大师其实很喜欢抓灸 他就是很喜欢去沾茶善恶 然后用抓灸的方式来决定 现在他提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他现在的身份到底是菩萨比丘 还是只是一个沙弥 如果说他抓灸抓到了是沙弥 他就会退为做沙弥 而一个沙弥的心情来看金刚金 为什么在他的眼中他就觉得这个是必须有破空的这样的一个执着 必须要为大众来破空 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从序这边来进入他的经文 这段做个解释 他的意思是说 在经里面 就是有在经里面有提到 就是你宁可 宁可就是要生起一切事物皆有 一切法皆有的这种证件 而且起这种证件要起得多得像须弥山那么多 就是但是也 更正 就是宁可起 有一切法皆有 就是一切法皆存在 有存在的一个证件 就像须弥山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存在的毅力不咬的事实 像山一样须弥山是那么的大 但是也不要怎样呢 不要把恶取空的这种邪见 他在他的想法就是 就这种恶取空啊 就是一切一切事物都是空的啦 反正所有事情 一切佛法也都是空的 或者是说一切戒律也是空的 或者是一切贪嗔痴都是空的 但是说不要有这种恶取见 不要有这种邪恶错误的邪见 来执取说一切现象都是空的 空性 这样的一个 这个观念呢 你也不要多的就像戒指一样 什么是戒指呢 我们知道都知道那个 有种菜有没有 菜的一个种子 戒菜的那种种子 那个种子是多到密密麻麻 他现在用戒指来形容 就是说你宁可 正见要起一切法都是有 像虚密山 你也不可以说一切法都是空 这种是恶劣的 邪恶的邪见 你不用 你不能把这个邪见啊 就是拿来 淌赛自己错误的一个 而且多的就像戒指一样 那么多 这样的话就会怎样呢 会变成因为你有这个空间 什么都是一切都是空的 在这个见解上 这个观念上 在这种知见上 你就觉得一切都是空的 那你就波无因果 对你而言 一切都是空的 怎么还会存在因果呢 了解吗 就是 他一直强调 一切事物存在的必然性 一切因果存在的必然性 如果你说一切都是空 那你的造作行为 一定就没有因果 因为你 行为就没有 你就不认为因果会存在 他说这样会断了什么呢 五秤善根固 我们都知道 五秤嘛 就是 天人 身文 圆觉 菩萨秤 这样从 从人秤到大秤菩萨秤 你这样子的善根都会断掉 所以 就像 其实这个菩萨啊 就像大火一样聚集 燃菩萨如大火炬 四面皆不可处 处则被 被烧 苟不取浊 则温身 熟食除名 以遇四门皆可入道 其实他现在说的是 菩萨就像火一样 他可以呢 就是 你只要心 你的心里面有个菩萨智慧 那么 有四个门 四个门 你都不会去接触它 而这四个门呢 如果你去接触它 你就会被烧 烧 你那个智慧就会被烧坏 然后 如果你可以 四个门都不要去接触的话 那么你就是只有 让自己的身体啊 保持温度 保 让自己 保持温度的温暖 就跟被火烧掉 其实是不一样 被火烧掉是很痛苦的 但是那个 身体如果只是温暖的 一个温度 跟被火烧的温度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四个门 都不要去接触 我们的菩萨智慧就像是 让我们温暖我们的身体 而且温暖我们的身体呢 还可以除掉什么呢 除掉我们的一种 就是 愚昧啊 昏暗 他现在暗明 就是意思是指 愚昧无名 那这四个门又是什么门呢 第一个就是空门 第二个就是有门 第三个呢 就是 非空非有门 然后第四个就是 有门亦空门 这样子 有空门亦有门 他其实这个四门 是指这四个门 因为就是 辟语说 四个门都可以入道嘛 都可以进入这个菩萨道 这个佛道 但为什么我现在写金刚 卫尔波尔波罗密经我又独独的 又何谓独破空灾 我为什么就只独独的破这个空呢 他说 须知 空拒破 则四句皆破 意思是说 所有这四个门 这四句啊 都跟空有关系 我只要把空破了 就四个门也都等于都破了 四句都破了 那么破空句呢 正所以显空门 他现在就意思是说 空就是 空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代表空门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四有四门 其实四句都是一样的意思 空门显四门皆显 因为这四个门都有含空啊 都是有含空的 那菩萨欲据一切佛法 当学菩萨 菩萨如果你想要具备所有的佛法的一个智慧的话 你一定要先学这个 学习这个菩萨智慧 因为菩萨何止破空向使教而已 他说菩萨其实不只是 只有破这个空向 不是只有这样 他且如此今一则 云有持戒修复者 与此张聚能生信心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先学这个菩萨智慧 你在这一个经里面 他就会有提到 就是说 只要有持戒 有修复的人 在这一个张聚里面 就可以生起大信心 再则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因无所住 因生无所住心 既又云 以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云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语发不说断面相 是岂非时向大乘之正应乎 所以才说 这个就是序 这一段解释一下 如果你学了这个菩萨 那么你在这个菩萨不时是帮助你破这个空向而已 而且它会帮助你认识什么 就是第一个 你在这个张聚里面可以 在这个菩萨张聚里面就生起大信心 生起信心 你还可以 还会说什么 就是会生起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因生无所住心是生什么心 就是 就是说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 无受者 这样的一个观念 一个正知见 来修一切善法 那这样修了这些善法 就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谓的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指的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那你看 难怪它写破空论 它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只有停留在因生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只有因无所住 那就是空啊 那当然它破空啊 我就这样 我告诉你 你不是只有因无所住 你还要生其心 生什么心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怎么生的呢 是以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受者的 这样的一个相貌 正知见来生的 但很多人读金刚经都读到 但很多人读金刚经都读到 因无所住 把生其心不见了 丢掉了 所以欧艺大师 他就在沙米时期 他自己以和尚未退为沙米的这个情况下 他当时已经发现到 所有的 所有的佛教界 有这样对金刚经有一个很 错误的解读 所以他就赶快进入 写出了这个破空论 而且他说我为什么以他为作序 因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的生其心的最重要的是 这个结果 是有并不是空 所以他就以此作序 那么他还呼吁哦 呼吁大家说 你们不能说断面相 当然是断面 你看在那个因无所住就断了 都断面了 忘记了后 还有后面的 因无所住的生其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而生其心完全不见了 所以他说你在因无所住这边 都一直说有空空空 一切都是空 那你就是住在 断面剑 而不是正直剑 所以他说这起飞是 十项大秤之正硬呼 哇他很高兴的 起飞耶 这哪不是 这种口气在说 你看这哪不是 阿妞多罗三百三普迪 这哪不是无上正能正觉 所以呢 告诉我们就是说 金刚经并不是 只有因无所住 这个空相而已 他又进而解释 他说 如来正得色平等故 眼不管 眼丑之色 能使地狱天公 皆为净土 那如来正得 生平等故 而不分 毁欲之身 能使天魔恶身 化为赞颂 然后能够使如来正得 什么呢 香 这个闻香 香的平等 所以鼻子不会辨别 香跟臭脂气 能够使 幻化的一个土厕所 化为香殿 然后如来就是因为正得了 什么呢 味觉 味平等故 所以他的舌头 不会去减则 苦的啦 甜的味道 然后还能够使这个食物 已经中毒的食物 还化为甘露 这是如来的一个 所正的一个力量 那如来又正得什么呢 处平等故 就是接触的处 所以他的身体 不会去避讳说 我穿这件衣服 就要穿得比较色啊 好穿啊 比较滑 那个布料滑一点 这样比较舒适 能使魔君刀剑化为天上的花朵 那如来又正得法平等故 所以义不随 价实之法 不为物转 恒能转物啊 具足了什么 无量不可思议的 神通 妙用 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序的部分 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阿弥陀佛